當天就是一對情侶來店裡用餐 當下的時候女生去廁所 因為進去上廁所之後發覺門打不開 那就是我們喇叭口剛好壞掉這樣 那當下我們現場的服務生也有去馬上跟幹部回報 幹部馬上去找鎖匠 鎖匠大概五到十分鐘之內一定會趕過來這樣 那我們也有人在旁邊幫他跟他聊天 怕他會擔心這樣 但是那個男生可能比較擔心女生的這個安危 因為女生在裡面可能有尖叫或者是比較緊張 那男生就從旁邊拿了一個 我們一般的工具箱裡面拿了一個扳手 然後就已經把門破壞把它敲開這樣 當下我們就有請那個人員先跟這對情侶 有先跟他們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服務杯方面會做折扣這樣 那我們有安補他們前去 那這個部分公司這邊也不會再對方做追究 那我們也藉這個機會教育我們的員工 就是說所有的器材設備在便利上做好保養 而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來造成公司的損失 及那個客戶的一個驚嚇這樣 我們來做到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